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我们就在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然后就发现肝里面是有一块的话 我们不是很确定它这个是不是肝癌 我们就会安排这个活检 活检就是拿一支很细很细的针 插到肝里面的这些瘤疹去取一点点组织出来 然后呢再让这个病理科医生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个癌细胞 那如果是一个人他是被诊断了肝癌之后呢 我们就会就会就会看一下他的这个的这个分析了 通常我们经常会谈到的说就是说他这个肝癌是已经是在肝里面了还是说已经在已经扩散在在外面了 如果是这个瘤子这个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这个瘤子如果是非常非常小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就会让手术科医生把这个肝给切掉 然后我们之前也讲过的话呢 他这个肝他这个组织呢你切掉之后呢 他还可以再长出来的好吧 所以是说早期发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让手术科医生把它切掉 有时候这个太大的话呢 我们就会让介入科医生从这个 从这个血管里面插一条管子进去 然后呢在这个肿瘤房旁边放一些放射性的东西 把癌细胞再给再杀掉 但是如果是他已经扩散的话呢 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些手术或者是介入的话呢 我们就得需要用药物的治疗或者是免疫治疗 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评估一个一个病人的这个肝癌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一定要看他的这个肝功能了 然后肝功能如果是肝功能好的话呢 他就更有可能接受各种治疗 比如说是手术了介入了 然后还有这个药物治疗了 如果是他的肝功能如果是实在太差的话呢 病得非常的重 他就是说我们这个治疗的话呢 就会受很多的这个限制 这个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讲到这个肝癌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 早期的话呢就会把它切掉 或者是有时候呢就是移植 移植呢就是说把另外一个人的肝 换给这个患者 然后给他一个新的肝 但这个就是说 换了之后呢就要吃一些什么免疫移植剂 我们的人体才不会把这个新的肝给它排出去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大的这个手术 中期的话呢 这个就是说已经是比较大的 不能够切除的话 但是还没有扩散 然后我们就说可以通过介入啊 什么之类的 晚期的话呢 已经就是扩散了淋巴结或者是其他器官 已经不可能通过手术治疗 咱们请客 如果你不想做的 需要的话 请客